主料,豆角350克,辅量,油,盐,豆豉两匙,蒜瓣四个,小红椒四个,白糖一小匙,香油,鸡精一小匙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豆角撕去两端的金瓷后,放入水里洗净,洗好的豆角整克放入沸水,锅里捉书,后,捞住烧放凉,准备两匙豆豉, 蒜汁皮切碎,小红椒切小圈,炒锅倒烧蓄油,放入豆豉,分粒,小红椒炒出香味后炒出备用,把烧放凉后的豆角切成小颗粒,把切好的豆角放入大碗里,加入炒好的豆豉辣酱,放入少许的盐,白糖,香油,几精拌匀后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 一,为了防止营养流失,豆角撮水时要整克入锅 捉书后再切小,二,按豆角的豆豉,老椒等调味料,按个人的口味放入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